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香港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普选的占领行动已经进入第38天 港府与示威者之间的胶着局面仍然没有缓解 北京当局对于港人要求真普选的诉求也没有正面回应 香港学联准备趁着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北京举行期间 派出5名成员在这个周末前往北京 要求中共高层能够直接面对学生 回应港人要求撤回人大8月31号假普选决议的诉求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附近成员已有初步人选 但是基于安全问题 名单有待最终确认 据报道 学联暂时锁定的约见对象 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或是人大常委的官员 报道还说 学联内部认为 北京当局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拒绝学生代表入境 那就等同于和港人为敌 香港记者协会11月3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 对于香港无线电视TVB的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何永康被调职 表示遗憾 并质疑这个举动是秋后算账 何永康负责报道了香港7名警察把站中示威者拖到暗脚拳打脚踢的事件 日前他被TVB新闻部调离第一线 转到了幕后任首席资料搜集员 香港记协担忧 何永康这次调职不是一般的人事调动 记协表示 希望TVB的管理层在处理人事问题时 不要伤害员工及损害新闻自由 因为APAC峰会即将在北京召开 最近北京当局是正在加大力度来清除在京上访的各地访民 不过在11月3号 还是有一名江苏的访民在北京爬上了建筑工地的高塔 抗议地方贪腐 要求和官员对话 据中国大陆六四天网报道 3号的下午3点钟左右 一名江苏访民爬上了北京中铁三局四局陶然大厦对面工地的高塔 要求和地方最高长官对话 还声称要跳塔 塔下还有几名访民高喊打倒江苏贪官 据报道 其他访民报警并打北京市市长电话要求救人 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救援人员到场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经文